臺大公衛學院今天做數據分析 從六月初到七月初 有效傳染指數 也就是RT值都在一以下 再加上康復率增加 致死率一直在下降 解封指數目前來到零點三二 強調只要在零點五以下 就達到解封的條件 另外也公布了西班牙 最近的疫苗混打研究結果 發現了AZ跟BNT兩種疫苗 來混打 產生免疫的反應 跟臨床保護能力都優於施打 兩劑AZ疫苗 新冠疫苗混合施打 到底可不可行 是否有科學證據支持 臺大公衛學院七號舉行 線上會議 公布西班牙 近期醫學期刊的研究報告 發現四百六十三位受試者 混合施打AZ疫苗與BNT疫苗 經四週後 比施打 兩劑AZ疫苗保護力更佳 醫師表示AZ疫苗與BNT疫苗 混打後受試者的血清 IgG免疫反應及中和抗體濃度 比施打兩劑同一品牌的疫苗 的數值更好 另外混打後十二週結果 也將在近期公布 如果數據顯示也是正向 未來疫苗混打的普及率會提高 另外近期國內開始大量施打 莫德納疫苗 對於新冠變種病毒的保護力 也做出相關的研究 莫德納疫苗對於Alpha跟Delta 都可以達到有效的保護的這個效力 綜合的能力下降的倍數不多 分別是1.2跟2.1倍 β跟Gamma這兩個病毒 它下降的這個程度 就非常的劇烈 下降6到8倍 那Gamma就則是下降了3.2倍 那這是一個未來變種病毒 是不是能用疫苗控制的一個隱憂 至於七月十二號以後 是否能違解封 台大公衛學院也提出解封指數科學數據來支持 學者解釋主要是看動態致死率的變化 以及確診者的康復率 在確診人數不斷的下修情況下 解封指數低於0.5就達到解封條件 在6月初到今天的7月初 整整一個月 我們的RT值基本上都是在1以下 以及我們的康復率增加 以及我們的致死率一直在下降 我們的解封指數 目前來到是0.32 是可以來做解封的 針對大型集會活動 以及餐廳內用 戲院開放等 台大公衛學院也提出 人數必須控管 並實施強制戴口罩 強調違解封後 相關的防疫也不能鬆懈 記者 紅綠維 謝奇異文 特別報導